你干什么在这儿会相避呢 吴小姐现在是越来越漂亮了 我也常听家父提到你 请稍等 任老板 不在意 让我跟栗子小姐共务一曲吧 当然可以 好好好 你是不是在那边等着你呢 吴小姐 是吧 大嫂 好久没看到你了 今天的晚宴本来想请你参见 但是又怕打扰你的新生活 终结我完了 不过你自己来了 周叔叔很高兴啊 是吗 周叔叔 我想你应该不高兴吧 因为你也讨厌我是吧 周叔叔 以前你们都对我很好的 能给我买猪狐狸 送我漂亮的衣服 还会帮我检查作业 可是 现在再也不会这样了 一切都变了 你爸爸的事情 何止是影响你了 李子 大家念及你父亲过去辛勤工作 所以不太计较她的是非 但这并不代表 她对我们大家没有伤害啊 可是这一切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是我的错吗 本来今天我暗暗地过来 是希望大家都能原谅我 可是我错了 大家都还是讨厌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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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巨蚊皮革厂的 尸厂长是吗 您好了 我是 立志小心 你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为什么在这儿 互相面临 我不认识你了 我也不认识你 但我刚刚知道 你就是吴知福的女儿 吴知福中饱私囊畏罪自杀 互储银行的农业贷款 就是因为他才会突然中断 我家乡父老被逼得跳河自尽 这都是吴知福造的孽 你作为他的女儿 不差会赎罪 还在这儿饮酒作乐 真是恬不知迟 立志 走 护储银行的农业贷款 在江浙两地四十二个乡村 汇集六百一户农民 这一点是吴知福先生 力排众议所做的创举 我相信在座无人不知 无人不孝 而为何农业贷款中断 我也相信在座的各位 心中自有答案 我们走 感谢观看